薄言 我还以为你去上班去了呢 这是在干吗呀 陆太太 这是陆总为您准备的专用车 来 我带您参观一下 慢点啊 这里是会客区 出外景的时候啊 可以临时办公 这里是烹饪区 即使在荒郊野外 也可以做上一顿美食 这里是卫生间 陆太太 这位是保姆小菜 她毕业于新东方烹饪学校 获得国家劳动部颁发的 高级技术支撑 精通八大菜系 无论陆太太走到哪里 都可以品尝到 五湖四海的地道美食 陆太太好 您好 这位是萧勇 她是您的专职司机兼保镖 特种兵退役 一直负责陆氏集团的保安工作 格斗 驾驶 侦察 反侦察能力 都是一流的 她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 保护陆太太的人身安全 陆太太好 你好 这是陆总为您订的 头等舱机票 我们分两步进行 地面部队先行 陆太太稍晚些时候 坐飞机出发 我们在洛川机场会合 然后开车去剧组酒店 薄言 这是在干吗呀 这待遇都赶上主演了 这些只是非常基础的配置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怎么在剧组工作呀 说好了要低调的嘛 那房车总得有啊 剧组有班车 那厨师你带着吧 剧组有盒饭 你一个人在外地 这保镖总得有啊 有洛小溪呢 好 等从剧组回来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行 那到时候补偿什么 我说了算 你 好了 我老婆想要低调一点 各位先回去吧 工资照算 谢谢陆总 好 两位跟我来 好 好的 薄言 那我们说好了 以后我再剧组 你不能随便来找我 也不能查剧组的信息 更不能给剧组投资 不然 我又会成为那个 被特殊照顾的对象 你想要挺周到的吗 那你一定要答应我 发生任何事情 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吗 你放心吧 你陆小溪在 老公 盖章 哦 对了 我 我 在剧组 不方便戴这个戒指 你就 暂时帮我保管吧 不行 把它戴上 不是说好了 不能曝光我们之间的身份吗 那好吧 那 我送你去车站 好吧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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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